各位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9月25号1400整点新闻 我是林依荣 新闻开始先来看到生日惊喜有很多种 不过云林一位女车主却因为她的同事 给她的生日惊喜大受惊吓 到底是什么惊喜呢 她的车子被一层层的报纸给包裹起来 上面还被贴纸交代贴满 让不知情的车主吓到直接报警 最后还请替代一男把报纸给撕掉 才恢复了车子原本的样貌 让女车主大呼这个生日惊喜实在是太难忘了 反欧部皮农执行处拍卖一辆22年的宾市车 但是呢喊价者相当不给面子 喊到了6000元就成交了 那相对一辆车021年的小货车成交是喊到55000元 货车怎么会比宾市值钱呢 原来是因为宾市车欠税18万元 而且要让老车重新上路恐怕得花上更多钱 反观小货车是身材工具 整修完至少还能卖到8万多元 比宾市车还保值 怀疑大头条来关心涉夜店杀检案 而逃亡10天的四海帮周玉腾 和共犯天道蒙陈志玲呢 晚间移送北警复训 虽然两人依旧否认涉案 不过台北地院认定两人设犯杀人重罪 且有逃亡串阵之余 在清晨5点20分裁定收押警戒 而在杀警案中被外界认为 扮演号角首传讯息 纠中的在逃主席郭世军 昨天晚上主动投案了 郭世军到案时呢 是由两名律师陪同 同样是拒绝夜间征讯 而警方也即将破解这个杀警案的最后拼拖 另外台北夜定杀警案之后 警政署发动全国大扫黑 在中台湾有所斩获 其中彰化警方瓦解了一个 专门利用庙会来吸收青少年的 新兴帮派泰伍会馆 海中警方也扫荡了竹联邦 报堂台中分堂 以及利用毒品控制少女卖淫的 暴力讨债团 继续在您关心震惊社会的情杀案 休闲张燕文狠心砍杀前女友41刀 但是知道自己被裁定羁押后呢 当初的凶狠却变了样 只担心自己身上的三处刀烧 他是不停的问所方人员 有谁能帮他换药 伤口感染要怎么办呢 贪生怕死的行为 让所方人员听了都只摇头 好这起谋杀案已经第四天了 休闲张燕文的父母亲呢 到现在都还没出面 只打了一通电话给林姓少女的舅舅 表示呢要负担伤葬费 但是舅舅是拒绝了 表示自己还有能力负担 并怒斥张爸爸还他一个外甥女来 林姓女子呢 要是有欠凶贤钱的部分 林家人也不会逃避 好杀死女朋友的张燕文 变称呢自己是爱太深才会痛下毒手 但是根据林佩珍的亲友描述 张燕文有很重的疑心病 不只会查女友的手机通联呢 还会去翻林佩珍的发票 看店家的地址来掌握女友的行踪 那甚至在上个月 在林佩珍的笔记本呢 看到一个K字 以为是第三者的昵称 结果呢 其实只是林佩珍要跟朋友去唱KTV 只因为怀疑女友劈腿就痛下毒手 张燕文跟警方说 因为看到女友日系 有一位K先生 以及目睹呢 有人送女友回家 才会愤而行凶 那今天记者也找到了这位K先生 他曾经表示 两人的关系只是一般的好朋友 怀疑大头条 苗栗市长参选人周玉梅 24号夜间搭乘儿子驾驶的车辆 外出败票 不料开在苗栗市英才路与胡花路口呢 疑似违规左转 结果遭到了面包车迎面撞上 当时副驾驶座的邹玉梅 遭遇强烈的撞击头部重创 经过急救后 人宣告不止 好到了选举期间 候选人的政见呢 都会被拿来检视一番 今天的新北市议会里 更是炮火笼笼 对着市长朱立伦 呛他三环三线之一的 淡海轻轨灌水招标 还没完成呢 就先动工了 十月招标期限才到 都还没人投标 就先大张旗鼓的举行 动工一室 更细数日内四年来的夸张案例 让朱立伦一脸尴尬 财经消息来关心 台股近期下跌量能不见回温 上午在令院财委会被询的 金管会主委曾明宗坦田 虽然目前看来 总体经济和股市基本面都好 但是受到了上一波证索税事件影响 大户还没归位外 也有部分的外资撤出亚洲市场 那幸好外资撤出台湾相较之下比较少 但不可否认的 未来影响股市的关键因素 还是外资动向 最终来看到台积电为了拼研发 要和美国南韩来竞争 这回宣布 第四季要大举真才2200人 还是首度透露的月薪 加上年终分红有高达26个月的薪水 等于是年薪破百万的高薪要来抢人 那主要就是各国挖脚人才激烈 上市资测会就发现 有露气来逐科成立公司 打出台币的原心呢 直接用人民币计价来抢人才 如果收价可以爱修多久就修多久 该有多好呢 无限制收价的政策 现在还真的有公司这么做 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 最近就让母公司的员工 采取弹性自制的休假管理 员工要休假 不需要主管同意 也不限制天数 那根据另一家 采用同样政策的公司经验呢 无限制休假的政策 反而可以让公司的业绩更好 王涛带您关心 肖宝处紧急找八大量饭通路业者 喝咖啡 希望他们能够针对 日货有价格调整的可能 而从9月中开始 包含爱买全联松青的日系商品 大约会有一到两成的脏服 另外周华华城 对选手汪明辉与游宗威 今天在养育男子双人双奖的项目中 以6分29秒11的成绩 拿下了金银牌 先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 怀宇云报同时为您掌握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来看到一对情侣 到吃到饱的虎锅店用餐 中途一名朋友 过了下午2点20分的店家点餐时间 才上门找他们 因为口渴喝了一杯水果茶 结果店家还是跟他收了498元 外加一成的服务费 投诉的民众觉得很不能接受 回国议者强调 店里消费本来就是算人头的 那消保官则是认为 过了点餐时间 还收足鹅用餐费不合理 好 强贯黑心搜水游风波 引起民众食安恐慌 卫福部再度的启动食管法修法 十一署长叶明公上午表示 为了避免大统一罪不良罚的行则 太低事件重复上演 因此拟定提高刑则 且修订为一行为一罚 累罚无上限 并且希望能够在一个月内 及时修法完成 严惩黑心强冠负责人 以强冠25项犯罪市政来说 恐怕遭重罚20亿元 火星聚焦大陆双十一节庆 即将来临 大陆网购龙头阿里巴马去年 集结旗下2万家的网路商店 在光棍节打出特价优惠 创造出350亿人民币的商机 那今年台湾的网购业者 同样大团结 23家的业者一起 从10月起推出 台湾网购节促销活动 不仅特地的商品 买一送一折扣 最多下杀一折起 希望今年也能打出 200亿的网路营业额 任员贬值央行总裁 彭怀南今天在裁委会呼吁 任商销台商品 应降价3%至4 才算合理 小网出也紧急 找了八大量饭通路业者 喝咖啡 希望他们能针对日货 来做价格调整的可能 最新的结果出炉 包含爱买 全联松青 都表示店内的日系商品 从9月中开始 大约会有一到两成的降幅 更新消息来关心 苹果iPhone 6和6 Plus 明天就要开卖了 苹果授权经销商Studio A 新一门是凌晨零点开卖 那为了抢先拿到现货 经销商外头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卡位排队 至于三大电信业者即将在明天的早上9点同步开卖 但是仅提供少量的空机 大多得要搭配门号榜约或是MP客户才能购买 苹果公司的新手机iPhone 6这两天连连出包 先是大尺寸版本会折弯变形 接着更新版本作业系统下载后 居然无法打电话 苹果公司目前已经紧急下架了 但是负面消息不断被网友嘲笑 天消息来关心这两天是否可以感受到早晚 好像天气没那么热了 那是因为今年入秋第一道封面 已经在凌晨2点通过台湾 未来一周都会是微弱的东北风气候 迎封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会有短暂阵雨 中南部则是午后雷阵雨 只是这封面对于降温的影响不大 不过早晚会偏凉 提醒民众千万别感冒了 接着来关心政坛消息 深陷MG149账户风波的柯文哲 今天照样是跑行程展开城市小旅行 但是MG149如今烧到了台大医院 还引发窃听风暴 对此柯文哲不但心疼台大医院前同事 也强调会请姚立明帮忙报案 但是流出的录音内容 台大医院叶克莫组长蔡碧如 提到柯文哲要让无意挥死 就连对手正宁连胜文 还拿伊斯兰国的炸弹客来做比喻 柯文哲则是认为根本是歧视回教徒 而其实前天晚上 柯文哲也接受了 PTT相名拷问 人气不减 还被问到欣赏连胜文哪一点呢 柯文哲也难得 夸赞说很有礼貌 至于连胜文呢 他是公布了市政顾问团名单 八大领域一共108人 其中包括前马政府阁员 李鸿源 杨志良等11人 而超马好手林逸杰 也在名单当中 提前消息来看到 亚运夺金项目呢 不只举咒网球 台湾保龄球也很强 这是来自高雄的周嘉珍 在女子个人赛 招出了1291分的夹击 也替台湾再夺下一面亚运金牌 好消息传回老家 周妈妈是高兴的不得了 好 今天的专题报导电影来看 基于人道和宗教立场 举世呢 除了乌克兰和苏尔之外 其他国家仍为大幅的开放 干细胞疗法 在台湾施打干细胞仍属于违法 除非是经过卫福部核准的人体试验计划 因此有许多的政商名流 是到国外来进行干细胞手术 做回春或是增强免疫的保养 据了解中国大陆 已将干细胞疗法的研究 提升为国防级的医疗研究 神经以上的高官 还会固定施打干细胞 当作保健工程 来看我们的独家专访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节的华语整点新闻 也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